结合起来带大家来到这个欢迎展 我们一扶一扶的画 慢慢的看 有一个小时的时间 就静静的在这个展厅当中 带大家欣赏一下 莫奈的不是原作 但是是他的画 今天你来帮我们做导览 我们介绍一下这些展题的要求 这些展题的话 它主要呈现的是 用来的一些有名的 相对来说 比较熟知的一些作品 然后我们这边的话 也有那种 真正的 用画的形式 把它表出来的一些画 也有利用3D效果 通过大屏幕去呈现出来的一些画 嗯 从现在到的第一个展题 这个展题 这个展题的话 主要就是 总的来给我们的展示 展示 然后就是 它那些 展示 它发现了一个展示 也就是它在起来 然后它有什么的 以及 这后一个 所以我们这里面有9个展馆 这里面展馆总共有8个 然后后面有一个是 还原一下当时 伊德桥的一个场景 然后最后这个互动区呢 是给大家安心实验的 嗯 我一进来的时候 大家就可以注意到 后面这个 木耐呢 就是 大致的 甚至184有点 就是中国鸦片战争的 这个 这个就是主要的 木耐呢 对 这个的话 就是 你先刚刚进来 往下来做的 大家能了解一下 自己的 后面的这些 对自己的管理 去介绍 先进去 这边 大概 这边的设置 这边就是 过去的 对 你要是 大家有点 对 对 对 我说这样 这个画面的话 是 坐在 比较 第一次的 一个画面 然后因为这个的话 朝一朝地 暗色这样 对 然后就是 这些针子 摆在这边的话 就有 那种 超时果实在的一个感觉 所以的话 就 索性 就是来 还原一下 但是里面的话 就还有一个 转秀 真正的来画面 这个展示 这个展示的话 是 这个展示的话 是还原了 当时巴黎小学校的科学说 嗯 就是 当时 默奈 她的父亲 是一起 那母亲呢 是 对 人家 但是 她们的话 对她 并有任务的联系 然后 默奈 她的创作呢 是 她们搬到 满满的小学校之后 她观察到了 背后的那样 她的 然后 她们可以 拥过 然后 自己的 和她们都拥起来 所以 最开始的时候 这个部分呢 是会出一种 促转大家的 那你刚刚使她的话 是很受别人的话 你才能够很小气 趁机抓了架 然后 你刚刚使她 这个橘创里 呢 如果没来的话 當時是她的畫本在一起的 但是歐人負擔當時並不是很喜歡 當時歐人負擔並不是很喜歡末代女的畫 所以能一直來引導她 希望她也和她一樣喜歡她的女的畫 所以之後末代的真正拍創的風景方法 是受到這個畫家的影響 所以我們一開始看到末代畫的一些 風景方法 對,是非常地簡單 所以她可以把她的特徵放大 這個很像現在看到的一些漫畫 而且她當時基本上都是草繪 所以當時她在畫這些畫的時候就已經很受歡迎 對,因為很簡潔 然後在簡潔當中又不是一些色彩感 一些筆觸感 所以很多人還是很欣賞這樣的畫作 因為可能之前的話也沒有人 就是能夠簡簡單單的畫一幅畫出來 然後就敢放上去放出去 那布丹為什麼不喜歡你知道嗎 因為布丹的話 它著重於一些整體色彩的搭配 然後因為它是取外景啊 就是很喜歡一些風景畫的 所以的話 她呢也是希望就是 莫乃跟她一樣 就是讓這個畫上有更多 很多的色彩能夠很協調的結合在一起 但是因為大自然的話 就是有很多很多就是不同一樣的顏色能夠呈現 所以她的話很多次都邀請莫乃跟她一起去外面 觀察世界然後一起就是來研究風景 然後創作風景一樣的那種畫作 是不是那個時期的那些主流畫派 其實都畫的是人物的那些油畫畫的比較多 而且是比較寫實的 像莫乃她這種比較諷刺的漫畫的素描類的比較少吧 對她的話是非常少的 而且就是有些人畫的話 可能也不是用諷刺的那種來畫的 只是可能要體現的是人物好的一方面 但她就是截然相反 體現的話是人物不好的一個方面 所以當時的話 人們可能就是也是欣賞她那種敢於 把別人不好的疫苗放大出來 讓人家去就是去了解 然後也是同樣希望就是這樣子一種風氣吧 她希望改變 然後受到了這個她的老師 偶然不單的影響 對所以她真正開始創作風景化的話 是受到了這位老師的影響 對那個老師同時的話也是會給她一些建議啊什麼的 所以從那個時候開始她就轉而畫風景化了 對 這邊的這些 這邊的話是莫乃的五位置友 因為當時的話 法國的藝術界 她的一些規則就全部都崩塌了 然後很多名人名家的話 想把自己的畫作展現出來是通過沙龍學院的 但是沙龍學院呢它是一種封閉式的教育 她希望所有的畫家就是秉持他們這個學院所有的一種風格 所以到最後的話 可能很多作家的畫展現出來的話都是相同的風格 就是非常的相近 包括主題也是一樣的 然後他們的話就是極力反對這種封建的就是一種想法的 他們就是帶頭就是去發現一些 就是底層人 底層的那種人民的生活啊 然後以及不同的世界上不同的一些色彩 然後他們出來的一些畫作的話 是被後人才稱作為是印象派的 因為當時的話他們呈現出來的一種不一樣的風格 然後人們給他一種新的定義 一開始我好像聽過就是印象派一出來的時候 是就不是是一個不太好的詞 就會說他們你們畫的這是什麼 這是一個印象吧 然後就說你們畫的是印象 對因為當時的話所有的作家畫家 都基本上都是集中在沙龍學院 唯獨他們幾個就是帶頭去反對這樣的一種想法 他們希望呈現出不一樣的主題 以及不一樣的話 就是想徹徹底底打翻一下沙龍學院的這個規則 我看到上面也寫著什麼是印象派 印象派就是利用從容的不勻秤的筆觸和快速的筆法 來呈現出速寫一樣的畫面 雖然飽受真意 可是莫奈和他的朋友們呢 也依然堅持將自己的眼睛看到的真實景物 原封不動的展現在畫面裡 直到數十年之後 人們才開始接受這個時期 他們所看到的光色彩 還有影子所表現出來的意義和形態 這裡面每一個就是莫奈的朋友們 對這些的話都是 這裡展示莫奈的朋友 以及他們的一些畫作 也包括少很少的就是他們五個人或者六個人 一起的一個合作 這些的話都是相對來說比較早期的 可能人們那個時候還不是很熟知的一些作品 對 他們這個其實也接近寫實 但是沒有寫實那麼寫實 對 但是寫生 但是他們的話就是 就是把一種就是生活給展現了出來 感覺在這個展區就可以坐著看一下 因為每一塊大屏它所展現的都是一位畫家 他的一些代表的作品 像我們現在畫面的背後 背後的大屏展示的就是莫奈的一些作品 這塊你遠看大概也不太看得懂 它到底畫的是什麼 就感覺是很多的 顏色 就紫色 藍色 紅色 綠色 黃色的堆疊 因為剛剛開始的話 他們畫出來的畫色彩很多 然後甚至有很多畫都被別人認為是像草稿紙一樣的 沒有特別實在的意義 但是有些欣賞的人的話 會覺得這是一種不一樣的感受 看過去就是一個很熱鬧的街道 然後上面這個藍白紅的就是法國國旗 對 所以像這種印象派的畫作 就應該放得很遠去看 對 他們的話是越遠看 越逼著 然後近看的話 可能大家感覺草草的 就不好看 而且覺得很亂 不知道是什麼 對 這個也是街道 像莫奈她畫的作品就是以風景為主 她一開始的時候 在沒有認識她妻子之前的話 她大多數是以風景為主 然後認識她妻子之後呢 她就是她的妻子作為她的專屬模特 那個時候的畫作就是以她妻子為主 她妻子去世之後呢 又是轉成以風景為主 但她一生好像娶過兩任妻子 沒有 就娶了一個妻子 對 就娶了一個妻子 對 對她妻子也是真愛 所以像現在看到的這個 只要是風景的 要麼就是在認識妻子前 要麼這個應該是在認識妻子之後的 妻子過世之後了吧 嗯 1877年的作品啊 她是生於1840年 所以這個時候呢莫奈是37歲 我看到這邊的一些畫作 還會把她的動態給做出來 對 這裡的話就是運用了一個3D的效果嘛 就是給大家一種更加真實的一種感覺 嗯 當時布置這個展廳是出於什麼考量 你知道嗎 當時因為剛剛進來嘛 是她的一種就是起源啊什麼的 就剛剛開始 這邊其實一開始的話就是想呈現一下 他們這幾個人作為印象派的創始人 然後的一些就是 看一下為什麼他們能成為一種 印象派的鼻祖啊 或者說是他們為什麼能夠成為 智友的一種想法吧 他們在那個時期也是屬於非主流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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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這邊 對 達 對 各 各 感谢观看 所以所谓的印象派呢 就是大概画个意思 现在这块莫奈的大屏上显示的是 莫奈1872年创作的印象日出 这幅画呢 也可以说是莫奈的代表作了 因为当年在法国的主流的画派当中呢 都比较流行的是一些写实的画作 写实的油画 比如说像安格尔的大宫女 这个大宫女也是啊 这个安格尔的小宫女 就类似这样的画风吧 这个是属于比较偏印象派 因为他还没有画得太过于细腻 所以当时呢 其实是比较流行像这样子的画作 而莫奈呢 是因为认识了 之前我们前一个展区里面认识的那个不丹 这个老师就跟他说 你应该自成一派 所以呢 莫奈就真的去写身了 然后写身就会碰到一个问题 就是你画这些画作啊 就是当年那些油画的颜料是非常难干的 你可能一层颜料涂上去之后 等它干 等等等半天 那怎么办呢 那个光是瞬息万变的 怎么才能捕捉到光呢 莫奈就发明了一套追光大法 叫做连作法 就是他会一下子去买几十块画板 然后一字排开 当光打到左边的时候 他就画左边的 然后光跑到右边的时候呢 他就跑到右边的画板上画一画 有一片云飘过去了 他才跑到云的位置的那块画板 再去画一画 所以别的画家呢 都是几个月画一幅 莫奈是一个月画几十幅 高产量的作者 这也就会出现 比如说 这个你要去买一幅莫奈的画作啊 就会 比如说你要买甘草堆 你就要去了解到 你要买春夏秋冬 哪一个季节的甘草堆啊 是上午中午下午晚上 哪个时间段的呀 那是晴天阴天雨天 还是一个什么天气的甘草堆啊 所以你要分得很细 所以呢 像这样的光影展啊 就比较好的 把莫奈所要表现的画作当中的光影 用动画的形式连接起来 让大家在一个区域 一个时间段内 就可以看到 整个时间变化的莫奈的光影 所以莫奈的话 其实你要把它连起来看 就是一个GIF GIF动画 好 我们到下一个展区看一下 这个是这里的话 是这个船 其实就是他的一个海上的工作室 因为当时普法战争爆发的时候呢 他是被迫逃到了英国伦敦 然后当时的话 船是一种非常重要的交通工具 所以在就是逃亡的这个过程中 他就是观察到了日出日落时候的一个湖面的一种 非常美好的景象 以及周边的一些事物 所以的话他就在船上 就是设立了一个自己的工作室 也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他有了一炮红的作品 就是那一幅印象日出 所以印象日出是他在船上完成的 对 他是根据当时他在船上的一个情况 然后根据当时 就是天气啊 然后湖面呈现出来的一种美景 他就把它展现出来了 然后他的这一幅呢 是当时被人非常不认可的作品 很多人真的是觉得像一幅曹高指 甚至比曹高指都不如 但是就是因为有人欣赏他 所以才让他这一幅作品 开始渐渐地被人们所认同 然后以至于成为现在的名作 我听过这幅画呢 就是当时很多的 因为主流画派的一些有名的画作 都会在一些美术展馆当中展出 他的画因为就不被主流价值观所认同 就放到广场上 然后市民经过看到这幅画 就觉得很新奇 我没见过这样的 然后他就走红了 对 因为近看的话 这幅画可能真的是 你看不出任何值得 就是赞扬的一个地方 但是可能就是因为 他把它当时放在了广场上 然后越远看的人 越会感受到这一幅画 真正的一种效果 这边还顺便就科普了一下 他的一位朋友巴奇耶 对 因为当时他这位朋友的话 是在不发战争当中去世了的 这位朋友也是刚刚我们那个展馆当中 有看到的其中的一位画家 是吧 对 这位朋友对他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他的妻子 就是通过他这一位朋友认识的 这一块是主要展示的什么 这一块的话就是 就前后两块 就是展示一下当时在 就是传在行驶过程当中的一些 就是风景啊什么的 以及这一些人物的话 就是对莫奈深有影响的一些画家 然后把它呈现出来 这些就是传经过的周围的环境 让大家有身临其境的感觉 这个也都是莫奈画的吗 对有些的话都是莫奈画的 然后有些的话是他们漫画主义家 然后就是也是将它放出来嘛 因为他们的那种物体的展现啊 就是美景的一些 就是绘画出来的效果的话 其实都很相似的 感觉莫奈在这艘船上也是漂了很久 对是真的挺久的 都看到了季节的变化 对因为他既然就是说 会想到要在船上建立一个工作室的话 他肯定不会是短时间的 他肯定是哪怕已经过了逃亡的那段时间了 他也是仍然会继续就是通过船行 然后来进行自己的创作 莫奈的画作里面 他最讲究的或者最在意的 就是这个光线光影的变化 对 他后期的话是越来越讲究 因为当他妻子过世之后 他已经没有了专属模特之后 他的灵感已经消失一大半了 所以的话 他就是很执着于对光的研究 然后之后的话是 他的系列图是越来越多了 不单单只是一幅两幅这样子 像这样的一幅画 你近看真的不知道这是个什么 对 远看这应该是在表现惊涛骇浪吧 就是表现一种当时很恶劣的一种环境 然后 以及就是逃亡过程中的 他可能会有的一些心情啊 都会将他跟 将他看到的事物联系在一起 简简单单的用一些色彩的表现 就把整个光影还有整个情境都画出来 对 在收看我们直播的网友也可以 可以在我们的这个互动平台的区域 跟我们一起来互动 是说你看到了这些莫奈的作品之后 有什么样的感想 今天参与我们互动的朋友呢 我们也会在直播结束之后 抽取其中的这个十位幸运的朋友 每个人送出两张这个观影券 好 我们到下一个展示 这个是火车行进途中 对 这里的话是 更真实的就是还原当时的一个场景 然后这一块的话 就是会体现出火车行进的一个感觉 等他等会的话 他会有这种感觉 原来连这个火车头也是光影打的 对 都是光影打出来的 然后刚刚开始的一段的话 这个火车头是真的非常逼真 就是当他这两边的景象放出来的时候 真的感觉这个火车是在行进的 果然是觉得火车在朝我开过来 然后这里的话就是 就是他也是他的一些画作 然后就是让人联想一下当时火车站的一个情形 因为当时是工业时代嘛 火车是一个很就是非常重大的一个产物 人家都没见过 刚刚生产出来 包括火车站也是一个非常新奇啊 很吸引人的地方 当时的话很多作家都会来这里 包括莫奈 然后因为火车站啊 什么的都是一个不能说很热闹吧 因为也热闹不起来 虽然人很多 但是是不允许人啊长期停留的一个地方 所以的话他主要就是 表现的话就是火车 火车多 然后再加上当时的一个工业时代的一个情况 然后包括那一幅画作 虽然说他的颜色很暗淡啊 但是他还是能够很明显的表现出来 就是颜色与颜色之间的一个差别的 说明莫奈画一幅画动作也很快 并没有 那像这样的一个场景 他是很快在变化的 为什么他能捕捉下来 据说的话 他是当时一年的时间 他每天都来这个火车站来观察 然后再结合当时自己在火车站上的一个心情 然后描绘出自己最满意的就是一个场景 所以这是后来就是用心在画 而不是用眼睛看到的话 对 因为他这个圣拉罩火车站的图的话 其实也并不是一幅 这是一个实景 这里还原的话是还原当时的一个花园 这里讲述的就是他跟他妻子的一个爱情故事 然后他跟他妻子呢 是通过他的好友把企业介绍认识的 之后的话也是成为了他们的专属模特 然后在绘画创作这个过程中呢 莫奈跟他的妻子是产生了感情的 然后最后的话是步入了婚姻殿堂 但是他的妻子呢 也在为莫奈生下第二个儿子的时候呢 过世的 大家可能现在在画面当中看到光线有一点暗啊 实际的现场呢 他就是很像一个打着烛光的一个花园 很有种下业之梦的感觉 当时的话 他莫奈为他妻子所做的那些画的话 都是比较有名的 因为在莫奈的心中 他的妻子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 所以他为他妻子做画的时候都是非常用心的 这幅画就是称之杨散的女人 画的也是他的妻子 对 他的妻子跟他的儿子 然后据说的话 这幅画还有其他两幅 但其他两幅不是以他妻子作为模特 而是以他的妓女作为模特的 但是细心的人发现以他妻子作为模特的那两张画 仔细看的话 那人脸是非常模糊的 没有画他妻子的时候那么清晰 为什么要搭出这样的一个实景 因为当时的话 他们绘画主要在一个就是花园里面 就是取外面的景 然后来绘画 可能是他们五个人一起画 也可能就是莫奈一个人在这儿画 这是以前莫奈经常会活动的区域 对 这些花呀 还有是上面看到的这些 都是按照实景在还原的吗 基本上的话就是 尽可能的就是还原实景吧 但当然实景的花园肯定比我们这里要大 所以的话尽可能给大家展示 非常美好的一个场景 做的整个都非常的梦幻 这平时就是开放展览的时候 一些观众啊 跑到这个展览 大家的一些反应你知道吗 就是哇 这里好美 尤其是一些小孩子 就不喜欢前面的 直接就跑到这里了 就喜欢往这个床上去坐一坐啊 然后往这个板凳上坐一坐 都喜欢在这里拍照片 里面是可以走进去的吗 里面是不允许走进去 因为人太多了的话 大家都挤在这里 然后对设备的一些 就是损害也是非常大的 空气凤梨啊 哦是装饰的 平常这个区应该是观众来最爱拍照的地方 对很多观众都喜欢在这里拍照 然后每天都非常挤这边 像这样一开放之后 一天的课流量大概有多少 一天的课流量的话 也要看就是分平时跟周末 周末的话确实会有很多 因为小孩子放假啊 然后家长带出来 然后欣赏一下 讨厌一下情操之类的 然后平时的话 可能就相对来说少一点 因为大家都工作 然后可能到晚上的时候 大家出来散散步的时候 或者说怎么样的话 还是会有人来看 这画的也是她的妻子卡米尔吗 对 这幅画叫春天 是挺美 果然啊 就是在她眼里 她妻子是世界上最美的人 所以画出来的整个感觉 从脸部 还有到她的整体的形态 然后到整个景色的融入 就会让人产生一种有爱的美感 就是她画她的妻子的话 是尽可能地画得逼着 就是非常细心的 然后她妻子作为模特的话 我觉得也是非常敬业的 就是 你动不动地坐着 能够让她就是捕捉到一些 很美好的一些细节什么的 就要放到现在 估计莫奈会给她的妻子 拍好几个季 几十个季的照片 对 太妻狂了 但是 据说她的妻子 并不是非常的漂亮的 就是只是 给人感觉就是非常灵动 从这个五官上看 看起来还是很美的 很精致的 对 但是她的话是 非常普通的一个女孩子 只是看起来非常的水灵 然后很干净 所以莫奈的话 可能就是 被她这样的一种 灵动啊 干净所打动的 刚看到的那一段话 就是她妻子 怀孕之后的一些医药费 她好像对莫奈来说 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 所以这样说起来 莫奈的生活 还是比较拮据的 对啊 因为她们 不是要反对那种 封建的思想嘛 然后她们几个人 就出来的话 其实也是比较 就是过的话 也是非常拮据的 因为她们既要画作 然后当时的话 她们肯定是 收入也是非常非常小的 这些画的全都是妻子 对 基本上都是妻子 包括她妻子在临终前 她还给她画了最后一幅 这里应该也会看到她最后的一幅 画在她妻子临终前的画作 有的 这个展馆完全展出的就是莫奈画 卡米尔的所有的画像 对 因为她妻子 就是在79年很早 所以在他们结婚 没几年 她的妻子就去世了 好像听说在卡米尔就快 奄奄一息的时候 就是这幅画的最后一幅 她为卡米尔画的画 就是在这个情境下 莫奈并没有嚎啕大哭 或者悲痛欲绝 她而是转身在画板上 就想要捕捉下 当时留在妻子脸上的 最后的一抹光 而且这幅画的一个特点 就是 是所有莫奈的作品当中 她的签名唯一一幅 后面有一颗爱心的 是吧 好 我们去下一个展示 这里可以坐着看 然后这里的话 就是莫奈用光构图 执着于研究光影效果的 一个展区 就是给大家放一些 比如干草堆啊 罗大教堂这种 就是不同情境下 然后同一事物展现出来的 不同的一种感受 是莫奈的 莫奈的画 他把它连起来看 就可以看成是一幅动画 对 就是当时据说他画那个干草堆的时候 就是从早做到晚 每天都是这样子 然后一年四季 春夏秋冬 他都在研究这一个干草堆 但是他画出来的画 就是给人感觉不一样 就是他每天看的时候也是会画几笔的 然后不同的变化去画出来 所以他一幅画都会有分不同的季节 不同的时段 对 但就是因为这样 所以他的画也很出名啊 就是一系列的组图 人家看了一幅之后 还想去看看他第二幅 到底长什么样子 所以如果拍卖莫奈的话 就是拍卖一组 对 但也有人是特别喜欢 就是某一个场景 然后的一个画作也有 这个应该就 你说的脸比较模糊 应该就不是卡米尔 对 是他的妓女 妓女是 妓女是他收养回来的女儿 对 同样的话也是作为他的一个模特 就是 就是怕他妻子站累了 然后模特上去站一站 然后之后的话 他在他妻子 就是之后的话 他也有就是 就是让妓女作为模特 画过的话 但是的话都不出名 因为他画不出 为那个卡米尔画画的时候的那种感觉 因为没有爱 对 这个展区 平时这个观众来的时候 也是这样坐一排 然后很安静的在这里欣赏 对 大概的话 就是十到十五分钟左右 能够把所有的都看一遍 这就是甘草堆 在这个展区你就可以让自己完全的放空 沉浸在他这个画作的景象当中 对 因为的话这里又分了好几个 小的 什么大的 然后可以主要看一个 然后又可以看就是细小的一些 如果你想看的话就往上面去看 然后就会就是上半部分的一些细小的东西都能看到 整个感官的体验非常好 包括这边的音乐的配合 还有场景的布景的设置 就是哪怕你盯着前面看旁边的余光 你也会觉得你被这个景象包围 就像是一种流动的一种就是画面就这样过去 然后呈现出来 然后由模糊到清晰 由远到近 莫奈的用色 就是画画的这个用色看着都非常的舒服 它们有非常锋利的很大的对比色 都是比较接近的一些柔和的色系 对 但是哪怕它是很接近的色系 它都会让你感觉到它们两种是有差别的 能够有一些对比出来 很有层次感 这幅画是什么 这幅画的话应该是 就是当时在那个白树林周围的一个景色 我觉得如果有一个下午特别想放空就应该来这里看 对就是这几个展馆是基本上人流量多的时候全部都会聚集的一个展馆 然后这些凳子的话基本上都不够他们做 很多人都做了 十几二十分钟都不愿意走 所以像今天的这样的看演出看展览是比较幸运的 因为本来周一你们是属于闭馆休息的 对 所以也带所有这视频的网友们啊 在今天下午原本他们休息的周一的下午 带大家再看一看 没有游客了 让我们完全置身在莫奈的光影画作当中 下一个展观是 这个是他的工作室吗 对这个的话是他最后的一个工作室 他原本在吉威尼小镇上的话 这个房子他其实是租的 后来因为他的画作开始有起色了 然后他就把这个地方给买下来了 成为了自己的画室 然后包括他窗外的这个睡帘 对他当时是自己种的 然后突然间某一天打开这个窗户之后 感觉外面这些非常美好 然后这个这一次睡帘的话 就成了他之后创作的灵感 包括他一百多幅的睡帘组图 所以他画的睡帘就是他窗外的景色呀 对 其实很多人就是当时去看他的画室 其实就是去看那睡帘的 当时他这些都是他的实景还原吗 对这个的话是当时他休息的沙发 然后那个的话是他与好友写信的一个书桌 旁边那个是垃圾桶还是油桶 旁边那个是火炉 是取暖的 你过去看一下 这个是不能打开的吗 可以打开 哇 你们做的好细致 这个就打不开了 这个也可以打开 哦 这就是以前的火炉 这边应该就是生火生柴火的地方 嗯 这个抽屁里面有东西 做过莫奈做过的椅子 感觉自己也变成了大石 好像就会画画一样 这是用来写信的地方 书信的地方 这样的生活也挺好的 后面一整块区域都这么大 然而自己的书桌这么小 那他的工作室里肯定有很多的画板之类的 就是我们这一团只放了一个 有这样的工作室也真的蛮棒 这就是他的一些有名的比较代表性的画 对 放眼望去看到的人像都是卡米尔 这也是他唯一画过的女人 哦 还有他的妻女 但是是他 他的妻子是他最用心画的一个女人 看起来他的妻子的生活也是很多姿多彩的 还会扮日本的女人 他画这一幅的话是为了当体现当时法国人民 要对日本就是元素的一种欣赏吧 就像我们现在这种喜欢韩国人啊 喜欢韩剧这种 对大家去旅游的时候也会穿他们的衣服来找 好 内艘船就是刚刚我们看到的内艘船 就是海上工作室 可以看出巴黎人这种很悠闲的很精致的生活 而且有些地方风景都特别美 据说你现在过去的话 还是能够看到就是基本上跟以前没有两样的风景 所以基本上也能专门开辟一个莫奈之旅 去找莫奈当年画的那些实景 每一幅画下面都会有他的一些画作的剪辑 对 因为都比较出名嘛 然后也是想给大家就是更多的了解一下 因为可能平时大家来的时候 身边没有那么多的导览可以给他们讲解 因为人多的时候可能顾不上 然后所以的话这些就把之前那些展厅里面呈现的 然后莫奈的一些著名的作品 然后放在这边 给大家自己就是看一下 然后了解一下 这幅画的其实颜色什么都用很用心的一幅画 算是很精致的一幅画了 这幅画竟然是莫奈用了四天的时间一切合成完成 对 这幅画的话当时也是获了奖的 莫奈应该对他妻子的五官和面部表情非常熟悉 闭上眼都能画出来 应该是 就像那一张什么临终前的莫奈夫人啊 就虽然说能够感觉到她的那种气息正在一点点消失 但是她的还是就是刻意的把她的五官给描述的非常的清晰的 这幅画也就是刚刚提到的她的签名 画下的这幅临终前的莫奈夫人 忧郁和凌乱的色调都在默默地诉说着失去爱气的悲伤 一般在展览莫奈的画作当中 大家都会直奔旁边的这个睡帘而去啊 其实很多时候这幅画可能她只是在角落展出 而这幅画可能对莫奈来说是她最用心或者是最有感情的一幅画 对 因为她给她妻子的那些画作其实并没有很多 而且著名的话可能大家熟悉的也就那么几幅 因为睡帘的话它是祖徒 它有很多很多就是不同的那个角度去画的睡帘 它从睡帘是从画了很长时间应该说是 包括这幅睡帘它是在她得了白内障之后所画的 所以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她可能看到一片模模糊糊的色彩 就真的是用心在画 对 她当时的话看见窗外的睡帘也已经是很模糊了 然后她的话就加上自己以前那么多次画睡帘的一种脑海中的印象 那她就把睡帘给画出来了 其实也很少有人换了白内障之后还能每天那么坚持地画画 这幅画我看到她的年份标注的是1915到1926 所以她画了11年画的这幅画 她的话 她的睡帘的话 她都是就是看某个时间点她看到了 然后她就开始画 然后就很多幅很多幅 右上角这一块也是很模糊的 这是日本桥 对 日本桥 这一幅日本桥的话 是在它就是下面这幅日本桥基础上画的 然后这幅画的话也是她在得了白内障之后画的 而且据说当时她画这幅日本桥的时候 日本桥是已经不存在的了 就是已经不见了的 上面这幅红色的是吗 对 所以它是完完全全是平记忆中的日本桥 然后画出来的 不像这个睡帘 那当时它那一处睡帘是还在的 现在如果再去访莫奈故居的话 也还是看得到睡帘 现在的话如果保护的好那是肯定看得到 有些还会就是刻意的就是去还原 然后希望能够表现出它的那个睡帘池之类的 我们现在到的就是日本桥的实景 它的话是根据当时的一个场景然后进行的还原 这桥下也是莲花 可想而知这个展馆平时应该也是拍照聚集地 小孩子非常喜欢这里 很多人都感觉就是很有那种味道 有生灵其境 有生灵其境 对这里的话是一个体验区 都是莲花 最著名的就是睡莲花 这个体验区的特色是什么 就是利用红外线嘛 只要人站在这里 它这里就晃动一下什么的 它这个莲花就会盛开 有巴拉拉小模线的感觉 哇 这其中哪一朵是叶花呢 只要走过的莲花都会开 再走一圈 为什么我走过的地方莲花都闭上 这个画风有点怪 应该可以 好 它不仅四面墙都是这样的光影效果的莲花 连地板上都有 所以会让人在这个空间里面 就又以为自己置身在某一个仙境 这个区域应该也是平时的拍照聚集地 包括这块黑布上也是呈现出来的 都是一些光影效果的莲花 整个展馆布置的其实都还是非常有心思的 最后的这个就是礼品区 这些人喜欢莫奈的话想收藏 但虽然说没有真剂 但是的话就是尽可能的把这些画作复制到一些有用的地方上去 让它们进行收藏 包括包挖之类的 这些也可以就是挂在墙上做一个装置 这个是吧 对 我们这个展览会一直展到哪一天 7月9号吧 所以在杭州的朋友 大家有兴趣也可以过来看 你看一直会展到7月9号 周一 周一是闭馆 周二到周日哪一天的人相对会少 周二到周五的话上都多很多 所以如果大家想要亲自互动的话可以选择周末来 如果平时想要安安静静去欣赏一下莫奈的作品 可以选择在工作日 如果有时间的话可以过来 所以最后呢 我就决定在这个展区的画框背后 给大家做本期直播的ending 就感觉欣赏完了一路 莫奈的画作 自己站在这个画框里 好像自己也是一幅画 对在看了这个莫奈的很多作品之后啊 包括他的一些印象派的作品 到后期得了白内障之后画的一些睡帘 其实在看的整个过程当中 会让你自己也会有寄养的感觉 虽然我可能没有一些画画的基础 我完全不会这个油画的任何的概念和技巧 但是你就看到那些作品 你会发现一个艺术家 他只要用心的去捕捉生活当中美的那一面 所有的场景 只要你拿起画笔 你一定也能把它给记录下来 只是你可能做不到非常的写实 但是像这样的印象派 你可以用这些颜色颜料 还有你自己捕捉到的 你经常去观察 用心观察之后的那些景物和物像 你一定也都是把它会记录下来和画下来 当然画油画的话呢 这个它比较难干 所以每一层这个颜料油上去之后 你可能要等很长的时间 一开始你可能没有办法去真的到实景写身啊 去画上一幅画像莫奈这样 把那个光影记录下来 因为我们的动作肯定没有这么快 然后颜料混上去之后呢 很有可能就混在了一团 所以一开始大家在画油画的时候呢 可能就会照着一张照片去临摹 但是慢慢的你可以只要把你自己想画的人 或者是景物 或者是哪一个你喜欢的物件 用你自己的方式 哪怕是这些简简单单的几笔啊 或者是抽象派 你把它记录下来的那种心情 还是足以无二的 过几年之后你再看 哪怕别人看不懂 但是你知道那是属于你哪一个时期的一种回忆 这个也是你记录自己回忆的一种方式吧 那今天下午这视频 小金就带大家看到的是 在杭州的这个新印象莫奈这个光影展 如果有兴趣的朋友 大家也可以来看一看 在之后的这个视频的直播当中呢 如果有机会的话 也会陆续的再继续带大家看一些艺术展文化展 也会寻找一些民间的手工艺匠人 希望大家在平时工作日的午后 可以抽出那么一小时的时光 让自己好像沉浸在另外一个世界当中 忘记这个繁忙的工作 可以沉下心来去感受一下艺术 感悟一下生活 好了我们今天的这视频直播就是这样 感谢大家的收看